在这一节呢,我们要来看数据的分散程度 那其中,就是一开始对高中生来说 最困难的就是这个标准差 那标准差呢,它的公式很复杂 但其实你知道它的原理,就觉得其实也还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个好了 这三个例如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七次小考的成绩 那A同学呢,他是每次都怎样,稳定不动 B的话呢,就是从六五七十,每次多五分 后面就最后九五 那C的话呢,它有很低的六十,但也有很高的一百 不过平均中间还是八十 这三个人的平均都是八十 但这三个人的分数呢,我们如果用平均来看 当然看不出它的差别 但这三个人本质上有一个差别,就是它的分散程度 对A来说,它其实就是怎样 就是很集中 好,所以我们以前在看分散程度在国中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利用全距这个概念 这全距是零 那这个呢,全距是三十 这全距是四十 好,所以某方面呢,我们就大概看出来 C的那种分散程度好像比较严重一点点 好,不过看全距其实它就是很容易受这个极端值的这个影响 就是你里面的数字呢,其实都看不到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去度量这个数据的分散程度 好,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看分散程度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怎样 先减去一个基准点 那这基准点,我们当然就是选平均 好,所以我们这里减完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个都减八十 那这里都变成零分 那这里减八十呢 前三个是负的 后三个是正 好,那这个减八十呢 这两个是负,这两个是正 好,所以我们先把它减 好,减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零 跟平均的差 好,如果你把这里加起来呢 一定会得到零 好,因为怎样呢 因为平均的概念就是多跟少减 的那个,多跟少的会抵消掉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我们怎么度量B跟C 谁比较分散 好,你不能够全部加 所以有种方式是怎样 你取绝对值再相加 好,所以这个取绝对值相加呢 我们会得到怎样 十五加十加五 这里是三十 所以这里会是七分之六十 好,那对下面这个来说呢 其实也是七分之六十 所以今天如果是想 取X的绝对值的平均 好,这样子也是没办法反映每个数字 好,所以有一个 我们今天要谈的标准差呢 就是要来反映出这个跟这个来说 这个的变异程度会比较大的情况 好,那这个就听我们下一节的讲解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